提到蔡衍明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但是提到旺旺零食 相信每个人的童年都有过它的存在 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旺旺大礼包 简直令人向往 而蔡衍明就是旺旺之父 蔡衍明2022年的身价高达71亿美金 拥有7个妻子9个孩子 更是在台湾宣称大陆吃不起榨菜时 力争反驳 蔡衍明出生于台北 她的家庭自由就非常优越 她是家里的老小 因为父母是中年得子很不容易 所以对她是宠爱有加 蔡衍明小的时候 她的父母都已经老了 对她是能有多宠爱就有多宠爱 不管不顾 不想上学就不用上 随便外出去玩 她的父亲敢让她这么玩 也是有原因的 毕竟家底后三代都是经商 蔡衍明是妥妥的富三代 由于对她的管教不够严厉 蔡衍明经常和小婚婚一起混日子 之后她的父亲就开个家中央戏院 蔡衍明玩得没意思之后 就会在自家看电视 蔡衍明在父母的劝说下 好说歹说总算是上了高中 可因为一次争斗 发生冲突 她就想到了辍学 此时的蔡衍明才18、9岁 辍学打工除了一辈子受苦 而且还挣不到钱 根本看不到任何未来 蔡衍明的父亲不能任由她再混日子 之后就将收购的宜兰代工厂交给了她 打算让她历练历练 可是多年以来 蔡衍明除了和小婚婚在一起 就是在外面跑着玩 脑子里根本没东西 厂子里账本都看不明白 是赚是赔也分不清楚 蔡衍明就这样带人一腔热血 稀里糊涂地干 由于厂子里属于代工厂 她觉得这样没有前途 必须要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才行 蔡衍明费尽心思想方设法 终于打造出了自己的品牌 浪位鱿鱼丝 当时她很高兴有了自己的品牌 可是品牌有了 产品也有了 就是没有销路 这样一来麻烦就大了 产品一直在生产 员工也在加班加点地干活 东西却卖不出去 很大一部分厂子 都因为没有渠道 导致资金断裂 赔得一塌糊涂 显然她这次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最关键的还是看不懂账本 她还不好意思问首相的员工 干了没多久 就把厂子的家底赔完了 没办法 她的父亲只好拿出资金补贴厂子 蔡衍明第一次做生意 直接赔了一个亿 还被人笑称败家子 这给了她很大的打击 70年代一个亿 那是什么概念 估计能买下一整栋楼 蔡衍明因为这件事 自信心被打入了低谷 所以年轻人的激情和憧憬 全部在这次失败中烟消云散 之后她戒掉了外出玩闹的毛病 也和曾经的朋友很少联系 整天就是学习知识 回顾自己该怎么办 以至于她患上了忧郁症 蔡衍明身边养了一条狗 是她七岁时候的礼物 这条狗特别勇敢 经常外出和其他狗进行打闹 哪怕是浑身有伤也不服输 这条狗就在蔡衍明很艰难的时候出现了 她虽然打不过对方 但从未选择放弃 只要自己养伤好了 还会喊着旺旺继续战斗 蔡衍明看到这一幕 心中不满感慨 就连狗都不服输 自己怎么能一直一蹶不振呢 为此她表示自己 一定要做出点成绩来看 蔡衍明用了三年的时间 一直努力学习 没想到后来她在商场上游刃有余 没用几年的时间就发了家 蔡衍明选择了一家米果公司 想要和她一起谈合作进行发展 可是这对米果老板来说 风险相当的大 毕竟蔡衍明在当地算出了名了 19岁就赔了一个亿 谁敢跟她一起合作干活 她的名字在当地早臭了 蔡衍明完全不生气 只想一心和米果老板谈合作 最终历经两年的时间 终于拿到了米果的技术输出 在小狗的两声汪汪下 蔡衍明决定给产品齐名为汪汪 至此开启了她的非凡人生 汪汪米果零食已经上市 就轰动了台湾 成为了无数网友喜爱的零食 为了获得更好的地盘 他们只好玩起了价格战 最终拿下了全台90%的市场份额 这一次蔡衍明终于翻过身了 摆脱了败家子 成为了有名的企业家 在此之后 台湾的市场根本满足不了她 于是她就做出了改变格局的规划 想要进军大陆市场 1989年 蔡衍明在大陆注册了商标 经过多次考察研究之后 最终把地址选在了 湖南长沙旺城县 只因为这里的稻米资源丰富 能够降低原材料的成本 而且旺和旺谐音 让人觉得利于发展 可是在蔡衍明带着旺旺 进入大陆市场的时候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起初想到的是通过 便请经销商 让他们打开市场 没曾想订单收到了300多份 却没有一家来交钱提货的 这一下可把蔡衍明给挤坏了 眼看着产品一点一点生产出来 却没有任何销路 没办法 他只好自己打开门店自己卖 可一个刚上市的产品 哪有那么简单被人接受 两个月的时间 顾客寥寥无几 没办法 他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产品过期 也无法拉回台湾售卖 蔡衍明为子 是夜不能寐 最终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蔡衍明将几百万包鲜辈 送往了各大繁华城市的校园门口 免费送给孩子们试吃 大家一吃就被旺旺的口感给征服了 很快 旺旺零食就在南京 上海 长沙等这些大城市活了起来 蔡衍明借此情况趁热打铁 开始疯狂投入广告 增加品牌的知名度 而那句 你忘我忘大家忘的广告词 就是蔡衍明想出来的 一时间不知道多少人 被这句话洗脑了 蔡衍明在大陆一年的时间 就达到了创收2.5亿元 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啊 当年的旺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哪怕是你没吃过 但你一定听过他的广告语 有了这次的成功 蔡衍明的信心倍增 在各大一线城市建立的工厂 高达上百家 产品也是一年跟着一年改变更新 雪饼 鲜辈 偷炮 小馒头 棒仔 每一个都是美好的童年回忆 当然他也不仅仅限于国内 在国外市场也发展得很不错 横跨60多个国家 并且多次登上台湾首富宝座 别以为忘忘只在临时区有一席之地 在其他领域也都有涉猎 庞大到你不敢想象 2002年在湖南长沙 有一家忘忘医院成立 拥有着全科门诊 这所医院跟其他医院不同 他主打的就是治病救人 而且还加上了一句温馨的口号 那就是打造人们不害怕的医院 在这里的确没有其他医院 嘈杂的气氛 反而很温馨和放松 处处都有忘忘的祝福 不仅有儿童游玩的地方 还有忘忘超市 早在2008年的时候汶川地震 忘忘医院就曾免费帮助过伤员 不仅如此 在2020年的时候 瘟疫到来了 当时情况非常危险 忘忘医院紧急支援武汉 成为了当时第一个 民营医院去支援的 此外蔡衍明有钱之后 也是十分奢侈 她拥有着 海 渡 空 全套座架 三套私人飞机 价值超9000万美元 她浓厚的家底 也是让无数人羡慕 蔡衍明不仅在事业上非常成功 在生活上也是十分幸福 据传言 她有7个妻子 9个孩子 自从在23岁和妻子离婚之后 就没有再婚 为了让这几个人和睦相处 蔡衍明更是花费40亿 建造了一个超豪华别墅 让他们全部住进里面 三楼以上 每个女人住一层 相互照顾 还不受影响 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 俗话说的好 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七个女人整天围在身边 不处理好的话 家里后院 就剩勾心斗角了 这么多孩子和妻子 也没有出现过什么财产问题 为了不说 蔡衍明处理得很好 虽然像她这种情况 无法进行登记 但只要跟她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她都承认 不像其他人敢做不敢当 2018年开始 望望开了50家妄仔门店 小到手机壳 大到屋内的家具 可以说应有尽有 望望还有连锁酒店 在大门口 还有妄仔的大型雕塑 关键是 蔡衍明还有自己的传媒体系 好几家传媒都被她收购了 蔡衍明收购这些 并不是为了盈利 反而是用来化解台湾人 和大陆的误解 曾有台湾媒体 提到过大陆吃不起榨菜 听到这话 蔡衍明就气不打一处来 立马在自己的报纸上 写上大陆吃得起 蔡衍明每次回顾事业的时候 都会说 没有大陆自己就是一个小老板 根本做不了这么大 因此她想用一切办法 改变台湾人的想法 用各种传媒扭曲舆论 但她的行为也影响到了一些人 引起他们的谩骂 当时就连中天新闻都要被封了 但她从来没有怨言 也许是因为她早年在大陆做生意 和大陆有着浓厚的情谊 但是无论蔡衍明在什么时候 她都会坚定地表示 自己的所作所为 都是因为真爱台湾 蔡衍明认真地表示 爱台湾就是爱人民 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 只有两岸好 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 蔡衍明不仅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她的创业史需要大家学习 遇到挫折继续努力 绝不退缩 努力提升自我 把握机遇就一定能成功 一提到混混 人们就会觉得 他们无恶不做 坏事做绝 让人恨得牙根直痒痒 可有时 混混与混混 有着天壤之别 有的混混坏事干尽 自断生路 有些混混 却能绝处逢生 半路醒悟 而且还有可能 混得风生水起 台湾富商蔡衍明 就是个半路醒悟的小混混 从小家境优渥 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三代 国外读书 争强好胜 成天跟一伙小兄弟 在外面打打杀杀混社会 19岁高中辍学的他 接过父亲的食品厂 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 一年亏出去一个亿 还落下了败家子的骂名 蔡衍明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连家里人的眼睛都不敢看 甚至患上了抑郁症 几度想跳楼轻生 23岁那年他成功觉醒 成为米国大王 35岁 借着旺旺集团 把生意做到大陆 他只结过一次婚 却有7个女人 9个孩子 花40多亿建豪宅 一家人都住在一起 2018年 蔡衍明击败郭泰明 以54亿美元 登上台湾首富之位 他自己没有多少文化 还不让儿女好好读书 只要孩子高中毕业 就回自己家的工厂上班 让许多人费解 蔡衍明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他是如何发家致富的 今天就来看一看他的事迹 蔡衍明出生于台湾市 一个富商家庭 他是家里的老妖 父母生他的时候 40多岁了 中年得子 宠爱得不得了 现如今 许多富贵家庭 特别注重孩子的教育 可那时 父母对蔡衍明的期望值并不高 他不喜欢读书 父亲就游着他混迹街头 从小在街头称王称霸 蔡衍明交了一帮小混混 因为兜里有钱 每天早上他还没醒 门外就聚了好多人 等着他睡起来 一起去外面私混 父亲 父亲开了个中央戏院 不再接受混的日子 蔡衍明就会在戏院里看电影 一天下来就能看十部电影 蔡衍明看到中国演员在好莱坞电影中总是充当配角 很是气愤 就想要从事电影事业 可父亲怕他误入歧途 断了他的念想 高中时 蔡衍明与同学发生了冲突 当时他正处于叛逆期 也听不进去别人劝说 索性不去学校读书了 父亲看他无所事事 就想给他找点试作 父亲直接把从朋友那接手的一个视频场 给了蔡衍明 这个视频场叫宜兰视频场 主要加工鱼罐头 其实更多的业务是给别人代工 那是1976年 蔡衍明19岁 可19年来 蔡衍明主要干的是当小混混 看电影 脑子里根本没学到多少东西 怕别人看出他什么都不会 每天早上7点半 他就会到公司看员工打卡 顺便帮员工加工鱼罐头 他会帮员工捡地上的烟头 上任总经理后 蔡衍明决定进行改革 他不打算再看人脸色做代工 想要建立自己的品牌 走得更长远 主意已定 他选取了一个产品 起名浪味鱿鱼丝 开始生产 可商场如战场 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混混 想要在商场上拥有一席之地 谈何容易 很快蔡衍明做出了自己的产品 却更发愁了 没有人来买 没过多久 宜兰食品厂的家底 就被蔡衍明赔了个精光 还让父亲倒贴鞋钱来补救 损失一个多亿 人送外号 败家子 要知道 当时的一亿元 可以在台湾买下六七栋公寓 虽然第一次经商就败光了一个亿 但蔡衍明并没有放弃 他想要一雪前耻 之后 蔡衍明经过认真调研 发现台湾稻米资源过剩 就想与日本三大米果之一的 鹽种制合作 于是 他找到对方 说明来意 然而第一次经商 就栽了这么大个跟头 谁还敢相信他呢 鹽种制的社长 已经64岁了 被称作米果之父 他连连拒绝 怕自己的声誉 被这个矛头小子毁了 蔡衍明也不生气 用两年时间软磨硬泡 最终用诚恳打动了老人家 拿到米果制造的技术输出 他借用小狗的叫声汪汪 为自己的品牌取名汪汪 开始了新的创业 1983年 因着旺仔的旺旺米果 在台湾上市 很快打开销路 获得年轻人的喜爱 成了很多人 茶余饭后的临时首选 为了拿下更大的市场 蔡衍明跟其他商家 打起了价格战 因口味好 价格便宜 旺旺以绝对优势 拿下了台湾90%的市场份额 在米果市场 拥有绝对优势 蔡衍明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卸掉了败家子的称号 或许是从小混混当惯了 只要蔡衍明有了竞争对手 他一定要想办法超越对方 这种不服输的拼劲 让他在商场上超越了父亲 为家族赢得了更多的荣光 2007年 旺旺在香港上市 蔡衍明的身价瞬间翻了两倍 达到500多亿元 2009年 蔡衍明以身价新台币36亿美元 成为台湾第三大富豪 2020年4月 蔡衍明以53亿美元财富 位列2020福克斯全球亿万富豪榜 第308位 2021年 蔡衍明父子买下新加坡 异地宜恩豪华公寓楼 这栋公寓异地宜恩共有20个单位 蔡衍明买下其中一户 剩下的19户 则是由已是新加坡永久居民的儿子蔡绍中买下 异地宜恩公寓在2019年完工 主打空中花园的设计概念 每个单位占据整层 面积3000平方英尺 每平方尺4827元 两人以2亿9300万元买下整栋公寓 与事业相比 蔡衍明的感情生活也同样非常精彩 相比于事业上的成就 私底下的蔡衍明总说自己更得益于能搞定家庭 因为这个庞大的家庭组织里 还没有上演过豪门恩怨 也没有被媒体爆出过任何绯闻 而他自己坦言 不管是否登记过 只要是他的女人生的孩子一概都认 据传他有七个女人九个孩子 据了解蔡衍明20岁时 在没人介绍下结婚 生下长子少中 长女少云后 23岁时离婚 此后蔡衍明只交女友 再也没结婚过 在自传《口中之心》中 蔡衍明说 我年轻时是个playboy花花公子 而蔡衍明的观念也很独特 认为不结婚大家地位都一样 结了婚就要分大房二房等等 很麻烦 尽管蔡衍明的女友孩子众多 但由于秉持负责的精神 多年来不曾发生后宫内斗而健爆的情况 不仅如此 蔡衍明的子女中至少已有五人浮出台面 包括长女蔡绍云 长子蔡绍中 次子蔡旺家 次女蔡旺如 及三子蔡旺亭等 都在集团内任职 其中蔡绍中则是蔡衍明重点栽培的接班人 目前已育有益子 她还花40亿元建了个豪华住宅 让所有女人住在一起 便于联络感情 一楼是餐厅和娱乐设施 三楼则为家人聚会场所 有电影院 健身房 交易厅等等 三楼以上 每个女人住一层 大家互相依存 又彼此独立 媒体指出 相较于其他有钱人 蔡衍明算是高调富豪 本来是巨资建豪宅什么的 不算新奇事 但选址在车水马龙的台北闹区 让路过的人都可以仰望一下 这就充分显示了蔡衍明炫富的决心 为顾及隐秘性 车道 警卫室及住家大门 都开在豪宅后方的巷子 并不在敦化南路上 至于外观 豪门则大走清明峰 不但基地内缩留下人行道空间 基地三个角落 也都有三十多平方米的小广场 即俗称的开放空间 设有桌椅 供路人休息 驻足聊天 换言之 蔡衍明自愿将自己的豪宅缩小 预留出让路人休息的空间 简直是富豪界的超级良心 蔡衍明虽然风评很好 但她在教育孩子方面 却充满了争议 因为蔡衍明读书少 却凭借着社会经验 闯出一片天地 因此 蔡衍明已反对自己的孩子 多读书 她甚至制定了一个规矩 孩子到18岁都不在升学 全部进入公司 因为自己没有多少知识 靠着在街头看一年 胜过读三年书的理念 蔡衍明在食品行业 打出了自己的一片江山 这遭到不少非议 但蔡衍明读信 混街头比读书 可以学到更多 蔡衍明的友人说 她希望帮她生小孩的几个女朋友 都能住在一起 受到照顾 而且她的事业版图太大 也需要多一点人手来帮忙 自己生得比较忠心 也比较放心 回头来看蔡衍明的成功 有家庭的原因 有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 当然也有运气的加持 但她身上那股步步不输的尽头 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她复杂又简单 对待工作一定要刨根问底 广告语却简单直白 她矛盾又统一 喜欢女人 爱自己的孩子 却不敢结婚 或许这正是 她不同于别人的人格魅力 如今 她的两个儿子 已进入了家族企业 能否像她一样 继续万往的辉煌 谁也不能下定论 还是拭目以待 看他们将来的发展吧 金屋藏胶这个词 大家一定不陌生 因为在过往的许多新闻中 大家口中所谓的富豪们 几乎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而著名的旺旺老总 蔡衍明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她甚至豪至千金 自建了一栋高层豪宅 四楼以上为住家 一层一户 方便让她的女朋友们 都搬过来一起住 事实上 蔡衍明的家庭状况 一直比较神秘 据熟悉她的人介绍 蔡衍明至少有七个女人 一共生了十个孩子 相比于事业上的成就 私底下的蔡衍明 更得益于自己总能 搞定家庭 因为在这个庞大的 家庭组织里 从来没有上演过豪门恩怨 也没有被媒体爆出过 任何绯闻 在教育孩子的观念上 蔡衍明也反对多读书 甚至制定了一个规矩 孩子到18岁都不再升学 全部进入公司 在讲求学历文凭的现代社会 这样的家规不敢说觉悟仅有 但至少是前所未见 虽然也曾遭到不少非议 但她认为 学历高的人定性不够 都不够了解自己 要求的待遇比别人高 却不懂得要求自己 反而是学历低的人 比较有耐心 知道自己的不足 工作起来 比学历高的人更努力 另外 将较于其他有钱人 蔡衍明算是高调富豪 本来赤巨资 建豪宅什么的 不算新奇事 但选址在车水马龙的台北闹市 让路过的人都可以仰望一下 这就充分显示了 她炫富的决心 据悉 蔡衍明的豪宅共有14层 在楼层规划上 一二楼为餐饮业 除了打造蔡家的私人饭堂外 还会对外开放 做那种需要提早预约的顶级餐厅 餐厅大门面向人来人往的敦化南路 三楼为家人聚会场所 有电影院 健身房 交易厅等等 四楼以上则为住家 蔡一层一户共11户 每户都配有三部电梯 蔡衍明是住在顶楼的月层 而且为了顾及隐秘性 车道警卫室及住家大门 都开在豪宅后方的巷子 并不在敦化南路上 至于外观 豪宅则大走清明峰 不但基地内缩留下人性道空间 基地三个角落也都有30多平方米的小广场 即俗称的开放空间 设有桌椅 供路人休息 驻足聊天 换言之 蔡衍明是自愿将自己的豪宅缩小 预留出让路人休息的空间 简直是富豪界的超级良心 至于打造巨宅的费用 据估算的购入成本已经达到了6亿元 建造成本估约4亿以上 而整栋市值约25亿 无论造价地段或市价 都是首富的规格 其实 蔡衍明盖豪宅的重要因素之一 是享受天伦之乐 据他的友人所说 蔡衍明希望帮他生小孩的几个女朋友 都能住在一起 集体受到他的照顾 而且他的事业版图太大 也需要多一点人手来帮忙 自己生得比较忠心 也比较放心 在事业上 有米果大王称号的蔡衍明 企业版图横跨食品 医疗 金融 酒店及媒体 集团市值高达700亿元人民币 他不仅多金 在企业圈也以多情著称 他曾在自传 口中之心一书中坦诚 我年轻时就是个爱玩的男孩 此外 熟悉蔡衍明的朋友都知道 他对家庭管理很有一套 对于女人和小孩 他也都安排得非常妥当 孩子一概都认 对孩子的养成也很重视 由于秉持肯负责的精神 众女友都对他没有怨言 虽然蔡家新宅 有如电影所演般妻妾成群 但不同于剧中女人们的勾心斗角 蔡衍明的家务事 从来不曾传出纠纷 相较于事业 私底下他更自豪持家之术 蔡衍明的子女中 有五人已登上台面 包括长女蔡绍云 长子蔡绍忠 次子蔡旺家 次女蔡旺如 及三子蔡旺亭等 目前均在集团任职 先前蔡衍明还曾在上海 完成剑洞人的冰桶挑战 也指定蔡绍忠 蔡旺家 蔡旺亭接棒 颇有传承意味 其中 长子蔡绍忠更是蔡衍明 重点栽培的接班人 之前 蔡绍忠是在新加坡念完高中 19岁就到旺旺集团上班 近年则帮忙建议媒体 蔡衍明认为 自己就是儿子最好的老师 儿子则直呼 虎爸为老板 据记者透露 有一次采访结束 蔡绍忠在日式餐厅请记者吃饭 用餐后她第一个穿鞋 随后回头帮记者们把鞋拿出来 而且谁的鞋都分得清楚 记者还发现 蔡绍忠总是打一条领带 便问是没有其他领带吗 蔡绍忠的回答是 我还有另外一条 蔡绍忠与女友Vivi育有一子 但她对外仍以女朋友来介绍孩子的妈 或有奶妇之风 也有传言说 其实Vivi为蔡绍忠生下了两个孩子 而蔡衍明有人则透露 蔡衍明已经升格当爷爷 但她最小的小孩也才四五岁 其实跟她孙子的年龄差不多大 外人看这些小孩玩在一起 都分不清到底是儿是孙 值得一提的是 康熙来了的其中一集 《模特殷奇》上节目 蔡康永曾笑颜她男朋友的财力 足够买下她的经纪公司 及一家电视台 而蔡康永口中的男友 正是蔡绍忠 换言之 殷奇是蔡绍忠的其中一位女朋友 当年 蔡绍忠女友Vivi怀孕 殷奇既以女友身份陪伴其左右 至于两人现在是否仍在一起 就不得而知了 据了解 蔡衍明二十岁时 在没人的介绍下结婚 在生下长子蔡绍忠 长女蔡绍忠后 二十三岁离婚 此后 蔡衍明只交女友 再也没结婚过 奉行没结婚就不会离婚的理念 而且在她的心中 不结婚 大家的地位都一样 结了婚 就要分大房二房等等 会变得很麻烦 而说到蔡衍明的发家时 其实带着诸多的传奇色彩 令人称道的同时 也惹人羡慕 事实上 蔡衍明在出生的时候 便身怀无限光环 原因在于 她的父亲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 带给了她无尽的荣华富贵 与很多富二代一样 她在年轻的时候 属于混石魔王 完全是一副 纹固子弟的模样 各种与学生有关的陋习 她几乎都沾染 经常到处惹是生非 还跟别人打架 在学校里面的事迹 也令人大开眼界 陶克受到处分已很正常 最终在高二那年被学校开除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蔡衍明开始走向了创业的道路 一无是处的她 起初认为创业十分简单 并且也像模像样地 开启了自己的创业计划 不出意料 她初始的创业计划便夭折 而且这次的失败 使得她向父亲所要的一亿资金 直接亏得抵朝天 幸好蔡衍明及时醒悟 没有一蹶不振 也意识到了创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胡作非为就能够成功 而后她便前往日本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同时也对日本当地的米果制造技术展开了研究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段经历 使她快速地成长了起来 最终也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这便是旺旺 之前有人采访过蔡衍明 为何她要将企业的名字起为旺旺 她的解释也十分有趣 在她人生低谷的时候 曾看见过两只狗在打架 处于弱势的那条狗不断地汪汪叫 因此她被这种精神折服 也就有了后来将企业命名旺旺的想法 不得不说旺旺被她经营得十分成功 仅仅在2005年的时候 就能够实现盈利1.1亿美元的成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 蔡衍明也开始了自己采购海陆空交通工具的计划 据说她一共有三架私人飞机 第一架飞机外观与众不同 辨识度非常高 其中一辆弯流私人飞机是她的梦想 自从2005年旺旺品牌成功之后 赚取了非常多资金 净利润达到了1.1亿美元 很快就订了这款飞机 飞机的交付周期比较长 直到2006年8月份才正式交付到蔡衍明的手中 而那一架弯流200 当时的售价达到了8.43亿台币 足以见得 曾经不务正业的学生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位有名且有实力的企业家 从媒体曝光的图片中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飞机上印有旺载标识 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旺旺动画人物 除此之外 机身采用了红色背景 同样与旺载牛奶的配色一致 而自从06年的旺载飞机出现后 在此之后 蔡衍明又购买了一台商务飞机 空中巴士A319 花费了8580万美元 在此之前还选购了一台A318-112 这两台飞机的优势在于配置墙 速度相对来说更快 之所以购买如此奢侈的物件 是因为蔡衍明觉得赚来的钱就应该滑出去 所以只要是他看上的奢侈品 就一定毫不犹豫地会买下来 比如他手上佩戴的手表 总计花费了500万 网友还说 蔡衍明的海陆空座价全部加起来的话 绝对超过了9000万美元 大家没看到的还有很多很多 看过蔡衍明的生活 只能说富豪的生活我们难以想象 但他能收获如此成绩 自然也离不开自身的努力 所以祝福大家在各自的事业中继续努力 早日实现自己的财富梦 金屋藏娇这个词 大家一定不陌生 因为在过往的许多新闻中 大家口中所谓的富豪们 几乎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而著名的旺旺老总蔡衍明 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甚至豪至千金 自建了一栋高层豪宅 四楼以上为住家 一层一户 方便让他的女朋友们 都搬过来一起住 事实上 蔡衍明的家庭状况 一直比较神秘 据熟悉他的人介绍 蔡衍明至少有7个女人 一共生了10个孩子 相比于事业上的成就 私底下的蔡衍明更得益于 自己总能搞定家庭 因为在这个庞大的家庭组织里 从来没有上演过豪门恩怨 也没有被媒体爆出过任何绯闻 在教育孩子的观念上 蔡衍明也反对多读书 甚至制定了一个规矩 孩子到18岁都不再升学 全部进入公司 在讲求学力文凭的现代社会 这样的家规不敢说绝物仅有 但至少是前所未见 虽然也曾遭到不少非议 但他认为 学历高的人定性不够 都不够了解自己 要求的待遇比别人高 却不懂得要求自己 反而是学历低的人比较有耐心 知道自己的不足 工作起来比学历高的人更努力 另外 将较于其他有钱人 蔡衍明算是高调富豪 本来赤巨资建豪宅什么的不算新奇事 但选址在车水马龙的台北闹市 让路过的人都可以仰望一下 这就充分显示了他炫富的决心 据悉 蔡衍明的豪宅共有14层 在楼层规划上 一二楼为餐饮业 除了打造蔡家的私人饭堂外 还会对外开放 做那种需要提早预约的顶级餐厅 餐厅大门面向人来人往的敦化南路 三楼为家人聚会场所 有电影院 健身房 交易厅等等 四楼以上则为住家 蔡一层一户 共11户 每户都配有三部电梯 蔡衍明是住在顶楼的月层 而且为了顾及隐秘性 车道 警卫室及住家大门 都开在豪宅后方的巷子 并不在敦化南路上 至于外观 豪宅则大走清明峰 不但基地内缩留下人性道空间 基地三个角落 也都有30多平方米的小广场 即俗称的开放空间 设有桌椅 供路人休息 驻足聊天 换言之 蔡衍明是自愿将自己的豪宅缩小 预留出让路人休息的空间 简直是富豪姐的超级良心 至于打造巨宅的费用 据估算的购入成本 已经达到了6亿元 建造成本估约4亿以上 而整栋市值约25亿 无论造价地段或市价 都是首付的规格 其实 蔡衍明盖豪宅的重要因素之一 是享受天伦之乐 据他的友人所说 蔡衍明希望帮他生小孩的几个女朋友 都能住在一起 集体受到他的照顾 而且他的事业版图太大 也需要多一点人手来帮忙 自己生得比较忠心 也比较放心 在事业上 有米果大王称号的蔡衍明 企业版图横跨食品 医疗 金融 酒店及媒体 集团市值高达700亿元人民币 他不仅多金 在企业圈也以多情著称 他曾在自传 《口中之心》一书中坦诚 我年轻时就是个爱玩的男孩 此外 熟悉蔡衍明的朋友都知道 他对家庭管理很有一套 对于女人和小孩 他也都安排得非常妥当 孩子一概都认 对孩子的养成也很重视 由于秉持肯负责的精神 众女友都对他没有怨言 虽然蔡家新宅 犹如电影所演般妻妾成群 但不同于剧中女人们的勾心斗角 蔡衍明的家务事 从来不曾传出纠纷 相较于事业 私底下他更自豪持家之数 蔡衍明的子女中 有五人已登上台面 包括长女蔡绍云 长子蔡绍忠 次子蔡旺家 次女蔡旺如 及三子蔡旺亭等 目前均在集团任职 先前蔡衍明还曾在上海 完成剑洞人的冰桶挑战 也指定蔡绍忠 蔡旺家 蔡旺亭接棒 获有传承意味 其中 长子蔡绍忠 更是蔡衍明重点栽培的接班人 之前 蔡绍忠是在新加坡念完高中 19岁就到旺旺集团上班 近年则帮忙建议媒体 蔡衍明认为 自己就是儿子最好的老师 儿子则直呼 虎爸为老板 据记者透露 有一次采访结束 蔡绍忠在日式餐厅 请记者吃饭 用餐后 他第一个穿鞋 随后回头 帮记者们把鞋拿出来 而且谁的鞋都分得清楚 记者还发现 蔡绍忠总是打一条领带 便问 是没有其他领带吗 蔡绍忠的回答是 我还有另外一条 蔡绍忠与女友VV育有一子 但她对外仍以女朋友来介绍孩子的妈 或有奶妇之风 也有传言说 其实VV为蔡绍忠生下了两个孩子 而蔡绍明有人则透露 蔡绍明已经升格当爷爷 但他最小的小孩也才四五岁 其实跟他孙子的年龄差不多大 外人看这些小孩玩在一起 都分不清到底是儿是孙 值得一提的是 康熙来了的其中一集 《模特殷琪》上节目 蔡康永曾笑颜 她男朋友的财力足够买下 她的经纪公司及一家电视台 而蔡康永口中的男友 正是蔡绍忠 换言之 殷琪是蔡绍忠的其中一位女朋友 当年蔡绍忠女友VV怀孕 因其既以女友身份陪伴其左右 至于两人现在是否仍在一起 就不得而知了 据了解 蔡绍明二十岁时在没人的介绍下结婚 在生下长子蔡绍忠 长女蔡绍忠后 二十三岁离婚 此后 蔡绍明只交女友 再也没结婚过 奉行没结婚就不会离婚的理念 而且在她的心中 不结婚大家的地位都一样 结了婚 绞分大房二房等等 会变得很麻烦 而说到蔡绍明的发家史 其实带着诸多的传奇色彩 令人称道的同时 也惹人羡慕 事实上 蔡绍明在出生的时候 便身怀无限光环 原因在于 她的父亲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 带给了她无尽的荣华富贵 与很多富二代一样 她在年轻的时候 属于混世魔王 完全是一副 纹固子弟的模样 各种与学生有关的陋习 她几乎都沾染 经常到处惹是生非 还跟别人打架 在学校里面的事迹 也令人大开眼界 逃课受到处分也很正常 最终在高二那年 被学校开除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蔡绍明开始走向了 创业的道路 一无事处的她 起初认为创业十分简单 并且也像模像样地 开启了自己的创业计划 不出意料 她初始的创业计划便夭折 而且这次的失败 使得她向父亲所要的一亿资金 直接亏得底朝天 幸好蔡绍明及时醒悟 没有一蹶不振 也意识到了 创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胡作非为就能够成功 而后她便前往日本 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同时也对日本当地的 米果制造技术展开了研究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段经历 使她快速地成长了起来 最终也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这便是旺旺 之前有人采访过蔡绍明 为何她要将企业的名字 起为旺旺 她的解释也十分有趣 在她人生低谷的时候 曾看见过两只狗在打架 处于弱势的那条狗 不断地汪汪叫 因此 她被这种精神折服 也就有了后来将企业命名 旺旺的想法 不得不说 旺旺被她经营得十分成功 仅仅在2005年的时候 就能够实现盈利1.1亿美元的成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 蔡绍明也开始了 自己采购海陆空交通工具的计划 据说 她一共有三架私人飞机 第一架飞机 外观与众不同 辨识度非常高 其中一辆弯流私人飞机 是她的梦想 自从2005年 旺旺品牌成功之后 赚取了非常多资金 净利润达到了1.1亿美元 很快就订了这款飞机 飞机的交付周期比较长 直到2006年8月份 才正式交付到蔡绍明的手中 而那一架弯流200 当时的售价达到了8.43亿台币 足以见得 曾经不正业的学生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位 有名且有实力的企业家 从媒体曝光的图片中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飞机上印有旺载标识 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旺旺动画人物 除此之外 机身采用了红色背景 同样与旺载牛奶的配色一致 而自从06年的旺载飞机出现后 在此之后 蔡绍明又购买了一台商务飞机 空中巴士 A319 花费了8580万美元 在此之前还选购了一台A318-112 这辆台飞机的优势在于配置墙 速度相对来说更快 之所以购买如此奢侈的物件 是因为蔡绍明觉得赚来的钱就应该滑出去 所以只要是他看上的奢侈品 就一定毫不犹豫地会买下来 比如他手上佩戴的手表 总计花费了500万 网友还说 蔡绍明的海陆空座架 全部加起来的话 绝对超过了9000万美元 大家没看到的还有很多很多 看过蔡绍明的生活 只能说富豪的生活我们难以想象 但他能收获如此成绩 自然也离不开自身的努力 所以祝福大家在各自的事业中继续努力 早日实现自己的财富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